那個伊亞化彈諾貝爾 議席獎得主 菲利姆蘿 對 他的貢獻 就是維尾鋼的支付 對 那個要運動 才能夠大量的 自己會產生 對 另外一個 我擔心剛才 那位先生問 雅蕎穿 重要的可能是雅蕎穿 是 因為你如果放棄藥 那個植物會產生雅蕎穿 那個雅蕎穿你聽說是不好 那個植物會轉這件事情 豬鹹的食物都不會轉 酵素都死了 煮過的東西都死掉 實際上你不用太擔心雅蕎穿鹽 因為從硝酸鹽到易氧化彈的過程 中間也是會經過雅蕎穿鹽 那也是我們身體裡面自己會轉變 我們口水裡面本來就有一個酵素 可以做這個轉變 那其實 講說會治癌這件事情是很早的 五十年前他們在飾館裡面做 他把雅蕎穿鹽跟飾胺氣酸放在那裡 不過那兩個就會反應 產生叫做雅蕎胺 這樣的事情 那是飾館裡面做的 在我們的胃裡 是不是真的就有這樣的雅蕎穿 這樣的雅蕎穿在那裡 有沒有適當的濃度 適當的反應的條件在那個地方 不見得有 所以其實那一方面的機率 我們真正去看 大家真正被我們 因為保存的目的放到肉屁裡面的雅蕎穿 就是蕎嘛 保存肉屁用的那個東西 經過研究發現他們的風景其實沒那麼高 為什麼 那機量很低啊 剛剛說那個飾館裡面發生反應的 需要濃度要夠高才行 所以我們食物裡面的機量其實沒那麼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是那個風險 風險 風險的觀念啦 我自己是都不會擔心這個那麼多啦 來這邊 我先讓樓上有沒有問題呢 樓上我們這個 你走好沒有的話 那來這位小朋友 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說 要選擇原泰夏營養素蜜乳包的食物 是 那至於那個牛奶奶粉 那個低脂跟脫脂 是不是就是不屬於原泰的食物 那另外一個 你有提到說 我們要節能減碳 不久前就是說 常常在網路上 或者是大家轉機來轉機去 會提到說 畜牧業其實是一個環境污染的一個產業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變成會有一個 就想要從老師這邊來獲得看看可不可以解惑 到底我們是不是應該鼓勵喝牛奶呢 還是說喝原泰的牛奶 這個應該要怎麼樣來取決 謝謝 高脂 中脂 低脂 這個其實也還是原泰 我等一下會舉一個例子 什麼叫不是原泰 這樣 高脂 變中脂怎麼做 你把那個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有曾經在農家住過 那早上 拿一塊冰冰去隔壁 拿一些青 我就去買一些生牛奶回來 然後就會在隔水 給它滾 滾 就是消毒的意思 然後就在那邊放涼 放涼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什麼 上面有一個 有沒有 你那個拿起來 就變成中脂了 所以那個脂肪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是拿起來的 所以它不算真正的不是原泰 什麼叫做不是原泰呢 它現在把牛奶 再拿去分落蛋白 乳糖 然後譬如說我要做奶精 我把落蛋白拿來 加乳化劑什麼什麼變成奶精 那就不是原泰了 可是優酪乳 中脂奶 低脂奶 這個都還算是原泰 因為它沒有被純化出一種成分來 好嗎 那至於污染環境這事 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一集 因為 記得我剛剛講的 豆 魚 肉 蛋 有沒有 我們說少吃 其實我讓大家少吃的 就是反豬類動物的肉 牛肉跟羊肉 因為這兩種動物的續養 的確是排泰 比較多的一種 然後健康上也是比較不是那麼好 但我沒有叫你都不可以吃 我去吃火鍋點一盤 牛肉吃幾片 沒有那麼大影響 你知道嗎 你不是天天在家裡吃一大塊的一盤 歡迎 我們後面是不是 就是剛才有了 好 來 那我們後面的這位 來看一下 請問黃老師 蛋是攝取蛋白質最方便的食物 那如果說上來年紀 檔固醇比較高的話 那怎麼去 怎麼一個禮拜怎麼樣去吃 或是說只是吃蛋白就好 當然不要吃 謝謝 對呀 我也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不確啦 如果你真的有膽固醇的困擾 我會確定吃蛋白就好 怎樣吃蛋白就好 我發現去菜市場買菜 有一個賣雞蛋的攤子 他有賣雞蛋白的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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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人都好愛吃喔 這個 所以我這個 這個我是認同的 對 現在中間是 對 好來這位太太 幫我合理一下麥克風 再舉手一下好嗎 讓我們的同學看到 來 等一下 黃教授請教 現在那個 您自己在烹飪的時候 你使用什麼樣的油 因為感染油我擔心說 源頭那個製造的國家 它還是要加同業女素 然後如果苦茶油 實在成本很高 然後苦茶油的種子 現在也大部分都要從 其他國家進口 然後如果我自己炸豬油的話 我不要吃到那個幸福香豬油 可是又會有過氧化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教授您自己在買油 來加乳料理的時候 怎麼去選擇 是要輪流不同的品種嗎 我最喜歡的油 其實是芥花油 因為芥花油它含有 跟橄欖油一樣的 那個叫油酸 但不保護脂肪酸 含量相當的高 它也有我們所需要的 必需脂肪酸 但是它又沒有像 玉米油 黃豆油那麼高 您剛剛講到的 不穩定氧化 其實就是像黃豆油 或者是玉米油這種 多不保護脂肪酸含量高的 比較容易氧化 至於豬油的成分 豬油的成分裡面有 有40%左右 是但不保護脂肪酸 就是油酸 跟橄欖油一樣 橄欖油是80%的油酸 豬油大概是40% 因為我們的豬 現在都是養玉米黃豆 所以它從黃豆裡面得到的 那一些得到的脂肪酸 也算是比較不飽和 當然它的含量沒有像 黃豆油或玉米油那麼高 我不曉得您有沒有 這樣的經驗 現在你自己如果買豬的 肥肉來炸油 現在的這種炸油 如果像春天的時間的話 或者冬天的時間 春天的時間的時候 你放在室溫的時候 它不會完全變成硬硬白白的 對不對 這表示說 那裡面不飽和脂肪酸是有的 但是它又不像黃豆油那麼多 所以你其實不用擔心 豬油有什麼氧化的問題 相對的是比較不容易氧化的 那油炸著用 我是覺得還滿OK的 因為我們吃的量沒有那麼多 你會吃到最多的油 其實是油炸 那現在有氣炸就不會吃到 油炸的感覺 沒有油炸的那麼多油來的煩惱 那換著用我覺得是不錯的 橄欖油啊什麼 所以那個同業綠素裡面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那個量其實還滿少的 我這邊就是要給大家一個 我相信大家一定今天一定會來問我 這個食案的問題 我們通常看到超標 或者是不合法兩種情況 檢驗不合法 一個是這個根本不能夠被用成食品原料 它放進去 這個是非法 非法 另外一種是合法可以加在食品裡面用 但是它超標 超標是不是就是健康危害 我在從我們的健康署的網頁找到的一篇文章 雖然很早 可是它的觀念就是這樣 衛生標準怎麼來的 衛生標準是做動物實驗之後 找到那個不會有影響的劑量 再除以一百 再除以一百 那個就是我們的衛生標準 所以兩倍 兩倍有沒有關係 還是無毒劑量的五十分之一而已 十倍呢 它是無毒害劑量的十分之一而已 何況那個無毒害劑量 就是無毒害 無毒害沒有看到有什麼病變的劑量 好嗎 所以不要聽到那個名字就怕在那裡 好嗎 食物鏈 食物鏈 那我剛剛已經教大家了 多變 就是叫多樣性 變在變去 是不是 多樣性的時候 這一個部分 你也有一個安全的保障 對 好嗎 好 來 那邊那一位 黃教授你好 對不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教授有疑問 就是說 我們要盡量限制那個鹽製品 避免使用 這個過度使用那個醬料 跟吃得太鹹了 那我現在個命問題 有一點就是我自常社會上 常常遇到的問題 我想請教授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早上習慣大概都自己煮稀飯 所以很少在外食 那 因為又怕說那個外面的鹽製品不好 所以我大概都是 比如說買一些蘿蔔 或者是大喝菜 找到菜口 就自己鹽鹽 那我當然是用棉巴 就是削片以後 用棉巴鹽鹽 然後讓它的水 那個苦水 納掉 納掉以後 那大概藏起來就是說 喝太鹹 我也不曉得上次多少這樣 然後大概 紫色的水 那個濾完了以後 大概就加一點麻油這樣 就是有時候早上 我大概就會吃一點顆東西 那有時候偶爾會買一點 這個豆腐乳 那我想請教授就是說 我們是醃的 就是用鹽巴醃的這種東西 當然沒有加別的一些 都不知道它的東西 不曉得這樣算不算 也算是鹽製品 不適宜 藏口缺 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外面賣的豆腐乳 當然我買的話 大概就是買那些非精英改造的 或者是有一些罐頭 是不是那些東西 也屬於這種類型 最好 最好不要吃 比較好 謝謝教授 你問對 因為我也很喜歡 煙你說的那些 煙菜孔 還有夏天我們喜歡煙 什麼小黃瓜 對不對 非常好吃 我跟你一樣用鹽去抓 但是我多了一個步驟 把它醃好以後 就是說它軟了以後 差不多二十分鐘左右 我用開水洗它 再撈起來 然後再做一點點調味 就可以吃了 這樣你就不用怕鹽太多 至於外面買的這些豆腐乳 會不會不好 其實還是那個老問題 你怎麼沒問題 看你吃多少 你一天拿一碗 我不會吃三碟 我 用筷子 將你一丟到這裡 沒關係 好嗎 好 我們都知道 很多根莖類弄出來的酵素 非常有幫忙 譬如說 我們知道 鳳梨 它的主要酵素都在鳳梨品那個地方 香蕉 它的主要酵素是香蕉品 所以台灣人說 你試試吃這個 真的是科學根據 好 酵素有很多好處 我請教你 我們教授 這個 粗豆腐 粗豆腐 如果用正的 那是還是 很吵 夠度有酵素 很吵 但是很好吃 很嚇慣 他也很好嚇慣 孩子也要吃 請你 發表你的意見 那個 用真的 台灣出名的粗豆腐 不然米古兵都要吃 也有米古兵都要吃 最後 最後這個我先回答 酵素 我們生化上所有的酵素 就是蛋白質所做的 那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要去把酵素拿出來 很害羞 因為他酵素 很脆弱 非常容易濕火 你看看 不要讓他太熱 不能太酸 不能太鹼 他要怎樣 常常就是要在很冷 冷藏的溫度下面去做他 做了三四天才能拿到一點點酵素 表示什麼 酵素是很脆弱的東西 他要有活性 他一定要在一些很原始 在他植物裡面 你要把它拿出來之後 還要保持他有活性 很困難 基本上最後沒有問題 增過所有的酵素東西 就不會有活性了 這是第一個 再來 您剛剛講到植物裡面的酵素 對 所有的食物 當它是活著的時候 都有酵素 為什麼 你的水果買回來 它會爛掉 或者是香蕉 你把它吃掉掉 我們看那邊 放在室溫 四天五天 我們整天都在噴噴噴 為什麼會這樣 香蕉裡面是有酵素 它是活著 它在轉換 綠的時候你打開 硬碎碎 很小 裡面都是澱粉 你剛才放三天四天 裡面的酵素作用 把澱粉轉化成蔗糖 很硬對不對 還軟 它本來裡面有一些 像這個叫 火焦 有一些被融 被轉化 所以它變軟 很好吃 這樣 我們吃下去之後 這些酵素對我們的身體 有什麼用處 我們現在的看法是非常懷疑 為什麼 我們自己的胃裡面 酵素比它多大概幾百倍 我們胃裡面是 什麼 中性 酸性 鹼性 大家都知道 胃酸過多 有沒有 很酸 我們胃裡面有鹽酸 我們自己身體 會分泌鹽酸在胃裡面 所以胃酸過多 就是你分泌的鹽酸太多了 酵素在那麼強的鹽酸之下 我看是很難活的 到了小腸也是一樣 我們身體裡面 還有很多的蛋白質水解酵素 專門把食物的蛋白質分解分解分解 酵素也是蛋白質 所以我自己是認為 你希望從酵素吃下去之後 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我們身上的酵素比香蕉還多 多很多 各式各樣 我剛剛講到那個細胞工廠 有沒有 細胞工廠裡面 怎麼有那麼精密的工廠 可以做這麼精密 漂亮的事情 我們的DNA 就是經過轉入 轉逸 變成各式各樣的酵素 幫我們做各式各樣的生化代謝反應 所以我知道 事業上有一些酵素產品 標本質酵素 實際上我個人的看法 它那個工作 對我們身體有幫助不是酵素 是它把 它的蔬菜或水果或什麼原料 裡面的某些 酵素把它轉化出來的某些 對我們身體可能是有幫助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還有不過生化的人 大概都會有跟我一樣的看法 我的生化教授 他也是不認為酵素本身的作用 而是酵素作用之後 產生的那些成分 可能會有我們身體的作用 不知道這樣可能可以 謝謝 那我們剛剛有一位三樓下來的先生 請問教授 請問教授 我有兩個問題 請教教授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市面上 應該是不只國內 全球都是一樣 市面上都有 主要是大豆還有其他的 就是說 我這個問題是說 到底 我們全球的學術界 或是相關的業界 對這個基因改造的食品 到底對人體是否有害 或是說 它的害處是達到什麼程度 當然是相對於 非基因改造的食品而言 第二個問題是比較老的問題 就是 就是有一種說法 說食品 放到微波爐裡面 微波的話 也是對人體有害 不曉得這種說法是否 有它的正確性 謝謝 就這樣 好 這兩個考題我都有準備 先回答微波爐的問題 如果 我沒有convencent 不是convencent 怎麼講的 微波 特別叫微波 幾個最好的例子 我們聽收音機有沒有 你為什麼在收音機裡 可以聽到 哇 你什麼都可以聽得到 它是怎麼傳到我們收音機裡面 就是微波啊 最早的一個應用 微波 好吧 我們聽收音機有沒有聽說 會有害 沒有啦 對不對 好 微波爐的言語 它就是用微波 造成食物裡面的水分子的振動 振動的時候會產生熱量 所以讓食物可以加熱 好嗎 我自己所知道的 是沒有任何的科學證據顯示 微波過的食物是有害的 除非 你弄太久 大體啊 臭搭 臭搭我不敢講 正常的那種加熱的方式 我認為是不會有什麼害處的 好 基因改動這件事情啊 昨天我看到一個叫 美國油化學家協會的簡訊 裡面有一則消息 這是新聞 他說 美國最近進行了一次的調查 就是調查 對於基因改造的食物 你認為對人有沒有害 然後他最後的調查 調查對象有一部分 是美國國家科學會的會員 那另外一部分是一般民眾 結果呢 美國國家科學會的這些科學家 他們問卷回來的結果 百分之八十八都認為 基因改造的食物是安全的 食用起來是安全的 那一般民眾 因為搞不清楚狀況 大概是五十幾%的人 認為是安全的 好吧 我們就是屬於那個 八十幾%裡面的一個 因為可能大家不知道 什麼基因改造 怎麼那麼神奇 怎麼學什麼改造基因 為什麼要改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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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基因改造之前 我們怎麼樣讓作物的產量增加 我們做育種 然後會讓作物產量減少 危害的意思是什麼 糖來加 蟲會來吃 會有感染戲劇等等 那我們怎麼辦 少農藥啊 好 對不對 那你們喜不喜歡農藥 農藥 農藥 好可怕 農藥 好吧 他們就想起 好 我把抗蟲基因 跟抗菌基因 自然界當中 哪裡有抗蟲基因 有些細菌有抗蟲基因 有些生物有抗菌基因 他就把這個基因拿出來 把它放到這個黃豆的基因裡面去 所以長出來的黃豆裡面 就會有一個抗蟲的蛋白質在那裡 抗蟲蛋白質 用什麼用處 這個糖 這個糖 這個糖就死了 要不要灑農藥 買 好嗎 就是這樣子的原理 抗菌的基因 把那段DNA 把它選出來 然後把它插到這個 玉米的種子 DNA裡面去 好 基因的產物是什麼 就蛋白質嘛 剛剛講酵素的時候 我不是講過了嗎 蛋白質吃下去會怎樣 就在胃裡面 就被消化變成胺基酸 它再也不是什麼基因 不是什麼有作用的蛋白質 所以從這樣子的觀念來看 我們自己是不認為 基因改造這個產品 是對人體的食用有害 我常常喜歡講笑話這樣講 世界上吃基因改造食物 吃得最多最久的是哪一個人 美國人 美國人已經吃了十幾二十年了 我昨天還看到一個報道 他們說 你去美國的超級市場買菜 買食物 百分之六十的食物裡面 都有基因改造食物的成分在裡面 那如果說 這東西不行的話 我們蘇聯大概就很高興了 不需要 不需要再練兵 你不需要再製造武器了嗎 這維波爐也是啊 哪一國發明的誰用的最多 我們有沒有看他們的 這個是我在講笑話的一種 讓大家比較安心的一種講法 不知道這樣子 能不能接受這樣的講法 因為我要再補充一點 如果不用農藥 不用基改 我們這個地球上 農作物的生產 會降低40% 有多少人的腰洗 知道嗎 要有這樣的概念 要有這樣的概念 這兩個之間 兩個集團之間 怎麼去求得一個平和 當然也可以說 我們台灣 我們也沒有在管弄這個 還是要環環的 我們是國際社會的一團 正確的使用 謝謝大家 如果我們給大家聽到 我影片幫我 我們很訪問 是可以操作嗎 來 我們